有一個來自法國的團 今天麗婷一上節目就跟我說 一定要介紹這個團 看了大家辦公室都很開心 對 真的很有趣的團 這個團呢 叫做匿名劇團 那先不管他們名字 他的那個作品叫飆蘇 法國來的團體 他其實這個原理 簡單到一個不行 就是那種大桶子 那你這樣轉轉轉 桶子會轉嘛 對 然後你車子放在上面 他這樣轉轉轉的時候 就感覺車子在進行 在行進 其實車子沒有動 車子沒有動 但是因為桶子一直轉 所以你就覺得車子在行進 他用這樣的方式 演了20分鐘的那種飆車戲 那為什麼會開心呢 就真的很有趣 因為這要怎麼講 就是說因為他那個車子 在行進當中會遇到很多事情 他其實是一個公路電影 想說他是一個飆車的那種電影 所以你看他在跑的時候 你就旁邊也會有車子靠近你 然後他們會出現什麼事情 會撞到 會怎樣 就是這樣 然後就其實很簡單對不對 可是他因為現場那整個 整個那種就是 氛圍跟那個演員的表情 演員的表情你可以看得到嗎 你可以看得到 就是桶子在你面前 然後他們就這樣坐 然後這樣 然後就是那種他們的表情 就是好像坐在車子裡面的表情 你就會在你的臉上這樣子 那甚至像有一個小小的橋段 是警車在你知道狂速 在那邊追那個 超速的人 對 那邊追犯的時候 剛好就是有一台小豬騎在他腳踏車 就超過了那一個 就超過了那個警車 好啦 就是你知道嗎 就是很簡單的那個小笑料 就很容易取悅我們 聽說兒一節的辦公室 只要看到這個橋段 就大家都很開心 真的 我們其實已經看過好多次 但是每一次看到都覺得說 真的實在太有趣了 對 然後我們也為了這一個節目呢 我們就是做了一台車子 然後他原來的做法就是 他車子車後向一打開 然後東西拉出來 然後你知道音響放著 然後就開始演了 在國外演出就是這樣嗎 在國外演出就這樣 那我們就是希望他原 就是讓原封帽的搬來台北 所以我們就在台北 找了一台車 然後把它改裝 然後讓他東西可以全部裝進去 然後我們就會開著那台車 載著他們 然後在台北的那個街頭裡面去演出 就是演完了這一站 東西收起來 對 收收收收 然後再開車 我們就開車去下一站 所以有一天裡面 其中有一天我們要跑三場 跑三個場地 所以真的把藝術家 就是用那個車子再來再去 對 就再來再去 車子哪裡來 是真的是去改裝一輛車嗎 對 是我們 就是剛好我們就詢問很久了 因為我想要找一個比較響的車 因為很久發現有一個藝術家 也是藝術家 對 也是藝術家 他就有一台車 然後可能也是已經經過多次的改裝 所以我們就覺得 那可不可以這次改裝成我們要的樣的 所以他們也很願意的 就是一起來合作 然後他們就改裝了他的車子 然後就是會運上台北來 然後跟團隊這邊做一個結合之後 我們就會開著那台車子去做演出了 也會開去別的縣市演嗎 對 今天還會開去魏武雲高雄 所以那個還會 車子還會再開下去 那個真的叫一台車 吐整台湾 有一個團來自西班牙 叫做公仔劇團 對 怎麼這麼可愛 要講一個石頭要交朋友的故事嗎 對 是他要交朋友的故事 사고人家 在那邊 在那邊 對 走 在那邊 在那邊 帝國人家 在那邊 早就要看 別人 我們開了 我們有些人 與他 看 跟我們有些人 你們有些人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h! Eh! Vols ser el meu amic? Vols vindre a jugar? Vols? Anem que sí? Tinc un amic! Tinc un amic! Tinc un amic! 對 剛剛在沙灘上發生什麼事 就是一個 沙灘上有很多石頭 對 那石頭本來都各自 你知道嗎 有各自的生活啊 當然有一個石頭突然覺得說很寂寞 想要找別人當朋友的時候 然後他就去找了很多海星啊 其他的石頭啊 希望大家可以跟他交朋友 就這樣很可愛的一個故事 你看又是一個中年叔叔 跟剛剛的白年紀好像差不多 好像差不多 對 其實我覺得還蠻有趣 就是說我們在接觸這些藝術家的過程中 真的覺得他們用一生的那種生命在做 在幫小朋友做一個兒童的戲劇的表演 他覺得那是置業了 對 對 對 是他的一個生命 對 那這個作品也很簡單 然後現場會有一些沙 因為他是發生在海灘的一個故事 然後他的舞台很小就這樣 就這樣一個打開的行李箱就可以演了 就演了 對 就演了 其實還蠻簡單的 對 那但是最麻煩是我們要幫他找沙子啊 在地上 真的是從台灣去找的 對 對 對 因為沙子這種東西不太必要從 你知道 從國外 就要從國外弄過來 所以我們就是要幫他找沙子 要鋪滿那個就是舞台上這樣子 會呈現那種很像是沙灘的感覺 對 所以他其實也是一個 還蠻有趣的一個作品 然後他講的話是加泰隆尼亞軍 對 所以剛剛上了英文的字幕 上英文的字幕 對 然後他好像也有西班牙語版 對 那我們想說反正 大家都聽不懂嘛 就不然來講加泰隆尼亞好了 對 一個比較有趣的一個方言 的一個方言 然後我們還是當然 為了讓大家聽得懂 會有那個說書人在旁邊 他會隨著那個 就是演員在講的時候 有時候是翻譯 有時候是跟他對話 用一個比較融入式的方式 讓大家可以知道 劇情的一個演進 但不會是死斑斑 就是他講一句 然後他就翻一句 這樣不會用這種方式 但是用一個比較簡單的 像是互相合作的方式 讓觀眾可以很自然的 就接受到說 所以他們的就是對話 對 你要不要跟我交朋友呢 我願意你願意這樣 之類的 我應該也可以去演那個角色 OK 下次可能那個 先來排練一下 感覺上應該不會太難 也還好 但是要跟 等於要跟 就是國外的團隊一起合作 跟演員要做一些排練 要有一些搭配 但是比較麻煩 就是你真的要去寄那個話 你才會知道說 到哪裡了 你要接那個話 對 我可以 你可以 報名 明年來 明年來 我們今天非常謝謝麗婷 來跟我們介紹 這麼多精彩的 二一節的節目 謝謝 謝謝 我認真的